然後梨耳姐也謝謝梨耳姐從福島的地方開始講 從福島核帶開始講 然後居住在福島的居民 所遭受到的困境跟現狀 還有福島的小孩 福島的大人 他們所離癌的狀況 還有他們致病的狀況 還有當然比較東電的賠償 那我不知道台電遇到這種情況之下會做出什麼樣子的處置 那當然在演講之中 梨耳姐也提到了說 台灣的核電廠其實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那我想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但是台灣現在的政府其實還是一意孤行的 想要繼續往核電廠發電的方向前進 然後其實還有一個狀況是 我不知道台灣的價格跟日本的價格 就是說在核電廠的那個維修的價格上面是不是有差別 因為我剛剛聽起來那個數字 聽起來是日本比較便宜的 我說就那個螺絲的部分 還有那個維修 不是日本比較便宜 是日本有技術啦 他會自己維修嘛 台灣要靠那個外國 他要靠叫做那個基日曆 就是基日曆來維修 所以就是說台灣連這個技術都自己都沒有 那像日本 我是覺得就是說 台灣核工的人 就是學 尤其現在核工的學生 或是研究生 我覺得非常可憐 他們常常當打手來批評我 那我覺得我實在是很同情他 因為他們喔 因為像現在日本 他們就是核工的人就開始學廢爐 你知道 就是廢爐才是將來更賺錢的事情啦 其實是更大的利益所在 可是因為我們的青大核工系 他們常年受的教育都是表示那個輻射傷害 就像青大的輻射生物館 它是全台灣污染最嚴重的地方 它放任那個地方常年傷害多少 在青大靜音出出的欣欣血汁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殘忍的事情 所以就是說像這樣子 其實核電廠不是只有現在這樣就可以解決的問題 它不是現在廢核就完了 它其實是今後才更嚴重 它就是說你能要保證核電廠裡面任何一塊 就是那個高污染的東西 不會跑到不應該去的地方 它需要那百年萬年的堅持 所以就是像那個媽蒙的那個陳海玲 他成立的時候他跟我說 他說 李兒抱歉 他說我以我立場 我沒辦法叫說直接說是廢核 所以我就叫做監督核電廠 那很多人覺得說監督核電廠太溫柔了 我說沒有 我說你要活久一點 因為其實核電廠問題 是還有幾十年幾百年都搞不完的 廢核是一瞬間就完了 我馬上就可以宣布 那你要把這些東西你看 它只是當初現在台灣 還有非常非常多的輻射屋 其實現在聽說也還有一些未爆的輻射屋 在那邊存在那裡 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怕 那我希望就是說 像現在知道有輻射屋存在 他們現在很多人擔心架 或什麼不敢說出來 那我覺得就是說知道也叫說 我這次跟當初也有人會 他們隱藏了八年 等於是一個那個殺人罪 就是說你明明知道 然後危害當地的人健康 很多人因為住在輻射屋裡面死 他們也就是因為 對於這些輻射污染的東西 沒有好好的處理 沒有那種概念 所以以後今後就是說 整個亞洲地區 這些輻射污染的東西 會到處跑來跑去 所以像越南 曾經從越南有非常污染嚴重的東西 跑到台灣的高雄進口 可是圓人會還不知道 還說他用了一個那種基準 根本是兩百分之一的基準來說 他超標幾倍 我說圓人會好奇怪 他們用的基準都 他們都是標幾十都是太古時代的基準 所以就說 我很希望就是說 我們的那個就是 核工人他是應該要重新學習 那個輻射傷害 否則將來匯徒的工作也沒辦法包給他們 只好包給德國 然後是比較可靠的國家 那完全 否則台灣社會是沒辦法生存下去的 謝謝 學隊員的標題 那個剛剛 李兒胡講的嘛 大家要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廢禾